正在北美馆举办大型个展的艺术家李明维 他的作品以不同的形式邀请观众参与 像是观众可以跟艺术家在美术馆共度一晚 分享彼此人生的睡醒计划等等 其中有一件作品非常特别 旅居纽约的李明维他的先生在世贸大楼工作 就一一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 刚好他不在办公室幸运的躲过一劫 但是他所有的同事都走了 当时李明维下意识地打开衣柜逢补旧衣服 九年之后他创作了补伤计划 这个作品的意义在于修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和裂缝 展览当天有一个三岁的小男生 拿了自己的旧衣服 请李明维改给他的小妹妹传 麻烦您我要您停一下 好麻烦您就行 想补好旧旧的御婴袋给长宝中的妹妹使用 三岁的小哥哥和妈妈来找艺术家李明维帮忙缝补 亲自帮孩子绑上专属的小礼物 听着妈妈聊着缝补衣物的故事 李明维希望透过这项空间装置 保留人与物品的关系 刚刚我缝补的时候 大家所看到是一个非常不传统式的缝补方式 用很多不同的颜色 去把已经破裂的地方 反而更加强它的直觉感 我是希望用不同的颜色 线的颜色来强调 这件衣服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历史在那边 它破掉了 可是你没办法丢弃 应该是它跟你之间 会有一些比较personal的关系在那边 本来想隐藏起来的破损 到了艺术家手中 反而变得鲜艳瞩目 李明维的补赏计划第一次在台湾执行 他说他的修补并不想掩盖事实 有点像是一个纪念 计划的发想得回到14年前 911这个事件对我来讲是 它的意义很重的 尤其是补赏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先生是在世贸中心工作的 当时飞机撞进去的时候 刚好他不在那边 可是他有400位同事就走了 那在他回到家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就把家里很多需要缝补的东西 全部都把他拿出来做修补 亲身经历美国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 李明维感受到人和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的破损 有了想帮忙缝补的念头 在台北的补上计划中 李明维找了许多义工加入 要在计划中直接将陌生人联系起来 我缝了第一件是一件背心 那这件背心呢 这个小女生很可爱 她今年刚刚高中毕业 她很有意思 她跟我说她是从妈妈那边抢来 我说你怎么会用抢来的这个名称呢 那其实我觉得在她说抢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跟母亲的一种 一种很亲密的互动 她其实是跟妈妈是分不开的 然后就随身携带妈妈的爱心在包包里头 然后冷的时候其实就把妈妈的爱心 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 可能有一些人会问说 为什么会是艺术家自己 全程的去做这些作品吧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 这位是一个艺术家 所以人家会拿东西来给我缝补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艺工朋友坐在这边 我觉得她在帮你做缝补的意义 其实大于我来帮你做缝补 李明威用艺术唤醒你我舍不得丢掉的记忆 也串起有型格无形的人际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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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